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秘书厅长官的职务时 他利用他的职务来推动意大利的文化 他也是彼得拉克的学生 当然这种学生是名义上的 然后他利用他的职务方面 继续鼓励和推动人文主义的教育 以至于佛罗伦沙成为研究古典学的一个中心 萨鲁塔迪本来也培养出大批的人文主义者 那他呢就被称为萨鲁塔迪学派 他一直担任秘书馆 一直到他事实为止 所以能不能说那个萨鲁塔迪呢 是一个成上起后的人物 成谁 上面是谁呢 上面是早期的文文主义者 像淡丁啊 彼得拉克啊 布加丘啊 下面是谁啊 下面就是布鲁尼 那个萨鲁塔迪是第一个把研究学问 同完善佛罗伦沙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人 他是罗马啊 他是罗马的自由传统 和佛罗伦沙自由传统的坚决的捍卫者 意大利有一个历史学家 名字叫加林 加林教授指出 说那个萨鲁塔迪呢 像以后的布鲁尼是一样的 他们非常善于将艺术思想方面的研究 同那个政治生活密切结合起来 萨鲁塔迪的名言 有一句名言 就是说 人们啊应当参加战斗 拉起手来为正义真理和坦诚而斗争 所以他们一方面是文人 一方面又是社会活动家 在那个萨鲁塔迪之前啊 人文主义主要是一些诗人 作家 艺术家 这些人很少进入政府 直接推动政治 当然淡丁是个列外 但淡丁呢被流放以后 也就被边缘化了 不再直接掌权了 那么萨鲁塔迪呢 却不一样 萨鲁塔迪呢 是个陆式的 人文主义者 他特别反对影视 过影视生活 他要求知识分子参与政治 要求人们捍卫 城邦的自由 在同时代的人眼里呢 萨鲁塔迪又是一个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 但是他搞文化 还有个政治目的 就是在制度上来完善共和政体 他处在人的意志力 和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以此来说 人的一切都可以改变 命令不太重要 他重视法律 研究修持 研究医学 更研究政治学 在他看来呢 宗教也不错 宗教是一种 魔力人的意志的一种途径 他呢也认为 人间呢 应该建立人间的一点源 他这么说 他说建立人间的共和国 就是荣耀上帝 所以萨鲁塔迪呢 非常重视人的品行 尤其看中一个人 是不是坦诚 是不是有智慧 是不是有学问 他认为有智慧 有能力的人 如果再能团结起来 必将在捍卫和发展 自由城邦之中建立功勋 但是呢 城邦家是劳不可破的 所以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呢 这在当时呢 是很有远见的 与以往单纯的 从上自然的人文主义者不同 萨鲁塔迪看中人们 为建设自由城邦 所付出的劳动 他认为像彼得拉克 搞的那个自然崇拜啊 过于虚无缥缈 因为彼得拉克呢 总是认为 自然有进化人的灵魂的一面 彼得拉克经常要爬山的 他登山的时候 就接着自己和神非常近 一下来碰到了世俗的老百姓 他觉得老百姓太熟气 所以彼得拉克呢 有一种归隐的思想 要当隐士 以便更好的来经营 哲学神师 但是萨鲁塔迪和彼得拉克是不一样的 他更看重的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品质 他要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来提炼美德 由此过上好的世俗的生活 他认为只要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上帝就很喜欢 所以彼得拉克还以为 那个 萨鲁塔迪还认为呢 人在自然之中啊 自然是很开心的 比如你在云海茫茫之中 在海洋 在动物 在植物中 你自然会找到另一番天地 但你享受到自然之美 带给你的愉快的时候 激发出你的是什么感情呢 激发出你的正式建立和保卫 自己幸福家园的决心 所以呢 当人们在领域自然美的美景的时候呢 产生的不是脱离 向往过修道院生活的情怀 而是激发了如何美化自己家园的情怀 所以大自然和世俗世界呢 都是可爱的 这是美丽的 这种美丽呢 绝不是靠宗教的选想 能够加以感觉和领会的 那么另一个人 那就是布鲁尼 布鲁尼呢 他只生于1370年 他死于1444年 他比伊萨罗他的小 他是个外邦人 他文笔很好 他学问也很好 他的父亲是个粮食双人 他不是出生贵族 但是经营粮食的 我们知道粮食对一个城堡来说是绝对的重要 所以粮食买卖呢 对意大利很重要 如果处理得好 粮食双人呢 甚至可以控制城市的命脉 但是那个布鲁尼16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然后他就学习 所以他认识研究过法律 研究过修持学 他的语言学很好 他懂拉丁文 他懂希腊语 他的文笔很好 很朴素 因为呢 他是个外邦人 他35岁才会来 35岁呢 他才来到佛罗伦沙 但是他结识了一个很有用的人 那个人呢 就是萨罗塔迪 萨罗塔迪不是组成了一个萨罗塔迪学派吗 非常有名 那么那个布鲁尼就来了 布鲁尼一来就参加了 萨罗塔迪的人文主义小组 因此呢 他就认识了很多人 那么 他的父亲是个粮食双人 16岁 布鲁尼16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他几乎是自己 完全靠自己 来那个 来进去的 他父亲也不是没有钱 所以他是有钱的 有钱就去读书 读了法律 读了语言 拉丁语 希腊语都很好 搞了很多翻译 那么这样一个人呢 他还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那么 由于他的才学出众 而且呢 做事情谦和 办事情有原则 他就那个 萨罗塔迪呢 非常喜欢他 萨罗塔迪一喜欢他呢 就把他推荐给教皇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 教皇的秘书 所以我们说 人文主义在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在整个 那个人文的过程中 他们并没有说 要脱离教皇 所以也就是说 从1405年到1414年 布鲁尼一直在 教皇的宫廷里当秘书 布鲁尼是在44岁的时候 才又回到佛罗伦萨来的 然后呢 他就写了一部书 就是刚才所说的 非常有名的书 叫做《佛罗伦萨人民史》 因为这本书写得太好了 所以他被授予一个 佛罗伦萨公民的身份 那么在1427年 也就在布鲁尼57岁的时候 他像萨罗伦萨一样 他成为了佛罗伦萨政府 秘书庭的长官 秘书庭是要处理 很多很多佛罗伦萨公民的事情的 什么事情都管 你比如说像那个萨罗伦萨 当那个秘书官长官的时候呢 就管过很多事情 有个修女 她要还俗 她就写信给那个萨罗伦萨 她说我不想当修女了 你能不能帮我 给弄一个豁免权 让我还俗 那么萨罗伦萨就不肯 萨罗伦萨说 修女当得很好啊 还俗也什么好啊 你还要继续当你修女吧 但那个修女后来 又想了其他的办法 得到了一个豁免权 就不当修女了 因为她要自由 她要恋爱 所以可见那个 萨罗伦萨和布鲁尼 所当的那个官啊 他是一个非常杂的 一个职务 什么事情都不管 那么 佛罗伦萨的公民呢 都认为自己有权 直接给那个 政府的官员写信 那么布鲁尼呢 因此一当官以后呢 就非常忙了 57岁 也不是年龄小了的吧 但是呢 他就是这么来当官 但是布鲁尼 也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他呢 一边在当那个秘书厅的展官 一边为自己积累了很大的财富 布鲁尼的那个钱啊 从纳税表上来说呢 他纳的税很多 他已经可以排名为 佛罗伦萨成的第72位富豪 那佛罗伦萨九万人 他是其中第72位的富豪 而且呢 他一直盛名不衰 佛罗伦萨人 甚至想让他当执政官 但是到了1444年呢 他去世了 所以整个一个佛罗伦萨的 辉华时代 也随着布鲁尼的去世和衰落 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时期呢 是从1375年到1450年 这样一个时期 那么布鲁尼呢 既懂希腊文 又懂意大利文 又懂拉丁文 他还翻译了很多很多的著作 那么他还从希腊文里面 翻译了很多古典名著 那么他和萨拉塔迪一样 建立一个 他和萨拉塔迪一起呢 建立一个 佛罗伦萨的公共图书馆 所以在文化建设方面呢 那个布鲁尼也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布鲁尼的政治思想呢 很集中的反映在他 他晚年写的一篇 也就是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 这篇文章呢 叫做《佛罗伦萨诵》 那么《佛罗伦萨诵》里面呢 就可以看出萨拉塔迪·布鲁尼 他们要做些什么 布鲁尼那个人啊 一生写了很多书 主要是历史书 他的第一部著作呢 叫做《布鲁战争史》 第一次《布鲁战争史》 那么这部书呢 是写在1418年到1422年期间 他花了四年 就写了一部历史著作 他还写了一部伟大的历史书 就是《佛罗伦萨人民史》 他那部书呢 是写在1416年 1416年 那么在1441年 也叫他晚年 他不是1444年死的吗 他在死前的第三年前呢 他完成了一部著作 叫做《意大利反对戈特伦的战争》 再次以前呢 他还写过一本书 叫做《希腊事物》 写希腊的 书中呢 对希腊的事情呢 进行了评述 此外他在1440年呢 还写了一部书 叫做《对我活着的时候周围的事情的评述》 那么他写这种书的时候呢 已经是70岁了 是个老人了 那个时候呢 他还为比特拉克 还为弹丁 比特拉克 希腊罗 写过传记 这还不包括他的翻译 一个人啊 到70岁还在写书 可见他是非常勤奋的 非常高层的 一个作家 布鲁尼的代表性文章呢 叫做《福罗伦萨宋》 这篇《福罗伦萨宋》呢 翻成中文呢 大概有三万字 这写得很重要 那么他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写人情风貌 第二部分呢 写历史传统 第三部分呢 论美德 第四部分呢 写制度 那么 我们就一部分来谈吧 从那个《福罗伦萨宋》呢 名字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篇文章呢 主要是歌颂《福罗伦萨》的 它呢 是给外国人看的 也用来鼓励 《福罗伦萨》人的士气 有很多旅行者 很多外邦人 他们来了以后呢 首先就给他一本小册子 谁写的 布鲁尼写的 一看就知道 我们是福罗伦萨人 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他要开始呢 要介绍风土人情 在第一部分呢 他这么说啊 布鲁尼说到 说我们福罗伦萨 是天下最好的城市 福罗伦萨 每个人都很伟大 他们又优雅 又谦虚又谨慎 又和谐 所以可以看到呢 我们福罗伦萨人 发现出一种 很伟大的智慧 就是既不虚战声势 也不追求华尔布什 我们比较重拥 因为虚战声势 华尔布什呢 只能给城市带来危险 实际上是百无一用 他说啊 福罗伦萨人 是通过自我创造 显示出温和的 稳健的 恰入其分的姿态 其实也不是福罗伦萨 他是自己 他是一个很稳健的人 布鲁尼呢 就强调福罗伦萨的城墙 建筑也是这样 既不夸张 也不忽虑 城墙如果造得太大 就会让城市 在大的城墙面前 显得很渺小 如果城市 城墙建得太不起眼 又会被人认为是草率之作 从而反映出呢 布鲁尼有一种中庸思想 就是过有不及 他非常重视城市里的整洁 他对城市的整洁 有一大番描写 他说我们城市最好了 又干净 里里外外都干净 不像有个别的城市 表面上是干净的 走到后面去 很脏很乱 他说我们的城市空气好 我们的城市靠着海 但是又不是紧接着海 既有一个港口 但是呢 又可以避免危险 他说我们城市 没有恶力的味道 你在街上走好了 不会踩到污浊的垃圾 弗洛伦萨在整洁方面 遥遥领先 是弗洛伦萨能 把自己的城市 建设成为一座 美丽的城市 这种美丽呢 不仅美丽 有美丽的古代的建筑 还有美丽的现代的建筑 他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方 街道有弗洛伦萨这么好了 再又没有一栋房子 造的比弗洛伦萨的房子 再好看了 他说弗洛伦萨的美丽呢 是靠四处平衡来实现的 就什么都不过分 既没有特别过分的夸张 也没有漠不关心 别的城市呢 都喜欢做表面文章 有的给人看到的地方造的非常好 就拐到后面去看 就很脏 他说弗洛伦萨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从里面看还是外面看 从左边看还是右边看 从前面看还是后边看 都是很美丽的 很均匀 很等 他在赞美弗洛伦萨美丽的时候呢 他也不忘记赞美一下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他说我们弗洛伦萨城啊 从来能够是做英雄的城市 战胜过任何的敌人 弗洛伦萨人 不要看他们平时是个千金君子 但真的打起仗来啊 个个都是勇士 他说我们弗洛伦萨最老实了 都是农民的朴实 就像农民一样 进行土地的开垦 赞美庄稼的丰盛 从地理环境来说也是好的 他不靠海 但离海很近 靠海很危险 容易遭到外来的入侵 而弗洛伦萨正好保持一定距离 这就造成了一种优势 既能防范 外地从海上来的侵略 又能够便利地进行国际贸易 所以他这种称松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呢 他是把城市泥人化了 他把城市当作一个人来描述 通过描述城市的美貌的街道风景 他实际上是赞赏弗洛伦萨人的品格 和他们的美德 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呢 是专门来认识弗洛伦萨的传统 那弗洛伦萨有什么传统呢 那首先要为他也进行一个历史的定位 弗洛伦萨的历史 应该追溯到罗马的共和时代 罗马人是最伟大的 而我们就是伟大的罗马人的后代 那么在布鲁尼之前呢 弗洛伦萨人追溯历史呢 是追溯到凯撒那个时候 凯撒那个时候 就是帝国开始的时候 那么布鲁尼认为 我们不应该追溯到凯撒 我们应该追溯到 比凯撒以前的共和的时代里面去 因为凯撒废除了共和制度 凯撒是共和制的敌人 他说呢 我们必须把历史追溯到 罗马的共和时代 我们才能感到罗马的光荣 共和时代罗马是最强大的 那个时候天下没有一处 不归附于罗马 事实上那是罗马 及天下所有的美 所有的伟大 因为呢 弗洛伦萨的人的父别身上呢 就留着光荣的 高贵的 美丽的 伟大的 辉煌的 罗马人的血 那么这种美德呢 又为弗洛伦萨的后代呢 所继承 发扬 更为重要的是 弗洛伦萨人不仅是 罗马人的后代 也是罗马共和制度的继承者 那么他就一直追溯到 罗马的共和国的开国 因为罗马这个国家呢 他开国君主呢 是个叫罗摩洛斯的人 共和制从他开始的 那么共和制度里面有 自由光荣 尊严 这些好的东西 都被弗洛伦萨人 弃承下来了 布洛伦提出一个 很具体的历史观 就是说 弗洛伦萨是建立在 古代的罗马共和制度上的 而不是建立在 专制的 凯撒的地质上的 因此呢 弗洛伦萨对凯撒有很多批评 他说凯撒这个人啊 犯下了很多罪行 是个恶劣的人 他又提出 凯撒有很多养子 他们都很凶残 他们奈杀 无辜的公民 他们对元老院 背信起义 那么从布鲁尼这些文字中呢 我们能够看出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就是说 弗洛伦萨人 是伟大的 罗马人的美德的继承者 第二层意思 说弗洛伦萨人 是罗马共和制度的继承者 第三层意思 反对凯撒 因为凯撒是暴君 反对凯撒 就是反对暴君 就是崇尚自由 就是宣扬共和 所以呢 他那种思想呢 和弹丁 和彼得拉克的 道德政治论呢 都有所不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